夏日,漫步在旧街山东湾奥克兰山上的红木公园里,满目参天大树,清新空气,弥漫着树木的芬芳。 然而在现代化的都市里,想享受大自然无私的馈赠,代价却不小。 供人们走路骑车的泥土小径,看似简陋,却需要常常清洁维护,工程还真不小呢。 周六,八十多名访客打破了公园的宁静,他们热火朝天地干了半天,目标是清理路径,让其他人更好、更安全地使用公园设施。 这是东湾公园管理处为鼓励社区互动, 同时教育人们爱护自然的项目之一。 也很重要的教育的社会,他们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埋传。 它们要保护所有的区域,并且做得好。 它是一个好方法,能够更多自然而知自然的自然而知足。 您可以多做吗? 您可以工作几个小时,有福尔子吗? 您可以带来几个小时,您可以带来宝贝的鱼带。 您可以带来宝贝和来宾社区人的感恩。 虽然工作得很辛苦 但是回馈社区的满足感 却弥补了这些辛勤付出 最后来自不同族裔的义工们 还能聚在一起享受美食 互相聊天 这样的活动是不是很有乐趣呢 新台记者刘芳安琪 旧金山报道